現在進行第38條,請宣讀提案修正動議及再修正動議條文。 6.10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30日為止,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以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以他方協商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鎖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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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各方協商調整至次年度實施者,於次年度終結或懈約終止,人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至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時工資數額,記載於第23條所定置勞工工資新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成立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付矩責任 国民党党团提案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给一日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向之特别休假期日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基于企业经营上之急迫需求或劳工应个人因素的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第一项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一前二项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因年度终结或七月终止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劳工于年度终结时未能休闭之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劳工主动提出递言至次年行事 递言后之特别休假于次年度终结或劳动七月终止 人未休闭之日数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之 其日及未休之日数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所定之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一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国105年12月6日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106年1月1日施行 委员林薇周等之六人提案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 应依下来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1.6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6日 2.1年以上二年未满者14日 3.2年以上三年未满者17日 4.3年以上五年未满者每年21日 5.5年以上十年未满者每年22日 6.10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给一日加至37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7日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基于企业经营项之急迫需求 或劳工因个人因素得与他方写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第一项 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依前日项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或7月终止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但经劳雇双方协商将年度终结 未休之日数遞延至4年度实施者 于4年度终结或7月终止仍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 至其日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所定之劳工工资清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依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矩阵责任 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 至本条规定自某年某月某日施行 委任陈一鸣等19人提案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 应依下来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及于企业经营上 之急迫需求或劳工因个人因素 得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与劳工符合第一项 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一前二项规定排定 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特别休假尚未结清以前 雇主不得终止契约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 特别休假之期日 及未休之日数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 所定之劳工工资金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一本条主张权力使 雇主如认为其权力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国105年12月6日 修正这本条规定 自106年1月1日施行 委员黄昭顺等16人所提案 等16人提案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 因一下立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16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3日 21年以上二年未满者7日 32年以上三年未满者10日 43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14日 55年以上10年未满者 每年15日 60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给一日 加自30日为止 前项及第24条 第三项转换之特别休假期日 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基于企业经营上之 急迫需求 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得以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 第一项锁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依前二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或缺终止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劳工于年度终结时 未能休闭之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劳工同意地缘至次年行事 地缘后之特别休假 于年度终结前仍未休闭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 之其日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所定制劳工工资新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依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矩阵责任 中华民国105年12月6日 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106年1月1日施行 委员李燕秋等事件提案第38条 劳工在同意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 因一下立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 三日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 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 十日四三年以上十年未满 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一日加值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基于企业经营上 之急迫需求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得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第一项 所定制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一前二项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应年度终结或七月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但劳工得于年度终结前 一个月内 以书面方式请求雇主 递言当年度未用币特别休假 此年度终结前 仍未休之日数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 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一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民进党党团修正同意第38条 劳工在统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 应依下的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给一日 加自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劳工排定值 但雇主基于企业经营项之 急迫需求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得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与劳工符合第一项 所定制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一前二项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应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但年度终结未休之日数 劳雇双方得协商定制次年度实施 于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 仍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 特别休假之期日 即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一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民进党党团在修正动议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 应依下的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七日 由劳工排定职 但雇主基于企业经营上之 急迫需求或劳工因个人因素 得以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与劳工符合第一项 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依前二项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应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但年度终结未休之日数 经劳雇商方协商 递言之次一年度实施者 于次一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 人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 之其日 即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 所定之劳工工资清测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一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亲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接受工作买一定 请柬者应一下列规定 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一日 加值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期日 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基于企业经营上 值及迫需求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得以他方向上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第一项 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一前二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或期月终止 而为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但年度终结未休之日数 劳工可主动提出 并经老顾双方 协商定日次年度实施 与次年度终结或期月终止 仍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 知其日其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金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以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国105年12月6日 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106年1月1日施行 我用王惠美等所提修正东西第38条 老公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买一定期间者 应依下令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七日 二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年加给一日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期日 由劳工排定值 但雇主基于企业经营上至急迫需求 或劳工因个人因素 得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第一项 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一前二项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应年度终结 或七月终止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劳工于年度终结时 未能休闭之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劳工于年度终结 一个月前以书面 向雇主提出 地缘至四年行事 地缘后之特别休假 于次年度终结或劳动 七月终止 仍未休闭之日数 雇主于三十日内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之 其日及未休之日数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一本条主张权力使 雇主如认为其权力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国一百六年 十二月六日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实行 委员王惠美等所提 修正对第三十八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 应一下立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以上者 每年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劳工排定职 但雇主具企业经营上 之急迫需求 或劳工因个人因素 得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与劳工符合 第一项所定制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一前日项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老公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或期日中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老公于年度终结 是未能休闭之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老公于年度终结 十日前以书面 向雇主提出 地缘至次年度行事 地缘后之特别休假 于次年度终结 或劳动期日中止 仍未休闭之日数 雇主应于二十日内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老公每年 特别休假之期日 即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老公因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国一百六年十二月六日 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实行 委员王惠美等 所提修正对于第三十八条 老公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 因依下令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七日 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置于企业经营上 之急迫需求或 劳工因个人因素 得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第一项 所定制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以前二项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应年度终结 或契约终止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劳工于年度终结时 未能修币之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劳工以书面向雇主 提出地缘至次年行事 地缘后之特别休假 于次年度终结 或劳动契约终止 仍未休闭之日数 雇主应于十日内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 每年特别休假之 其日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老公依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工165年12月6日 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106年1月1日施行 文料国栋等 所提修正动议第38条 老公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接受工作买一定期间者 应一下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1.6个月以上1年未满者3日 2.1年以上2年未满者7日 3.2年以上3年未满者10日 4.3年以上5年未满者 每年14日 5.5年以上10年未满者 每年15日 6.10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日 加至30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7日由劳工排定值 但雇主至于企业 执行上知急迫需求 或劳工因个人因素 得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第一项 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 时告知劳工以前二项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或缺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劳工于年度终结时 为了休闭之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劳工以书面 向雇主提出 定言自吃年行事 定言后之特别休假 于次年度终结 或劳动期限终止 仍未休闭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 每年特别休假 之其日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 所定之劳工工资庆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以本条 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国160年12月6日 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106年1月1日施行 委员吴志阳等 所提在修正东西第38条 老公在同一雇主 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 应依下令规定给予 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 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 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 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 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日 价值三十为止 前项提及之特别休假 期日由老公排定之 但雇主基于企业 经营上至急迫需求 或劳工个人因素 得与他方写上调整 雇主应于 劳工符合第一项 所定制特别休假条件 时高知劳工 依前二项之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 或期会终止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劳工与年度终结 是未能休闭之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劳工主动提出 地缘自吃年行事 地缘后之特别休假 于四年度终结 或劳动期月终止 仍未休闭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 劳工每年特别休假 至期日 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测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老公依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委员吴志阳等所提修正 东一第三十八条 老公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买定期间者 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半年以上一年未满者 七日 二一年以上三年未满者 十四日 三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十七日 四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二十一日 五十年以上十五年未满者 二十八日 六十五年以上者每年三十日 前项之特别休假期日 由老公排定之 但雇主至于企业经营项之 几迫需求或老公应个人因素 得与他方写上调整 雇主应于老公符合第一项 所定制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老公一前二项之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老公之特别休假 应年度终结或期月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老公于年度终结时 未能休闭之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老公主动提出 地缘制次年行使 地缘后之特别休假 于次年度终结或劳动期的终止 仍未休闭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 知其日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新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一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者认 中华民国一百六年 十二月六日修正这本条 规定自一百零六年 一月一日施行 我用吴志杨等所提 修正东西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 但未及时工作满一定期间者 应依下的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 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 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 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为止 前项提及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至于企业经 向之急迫需求或劳工个人因素 得于他方写上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复合第一项 所定制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以前任详织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或七月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劳工于年度终结时 未能休闭之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劳工主动提出 地缘至四年行驶 地缘后之特别休假 于四年度终结或 劳动七月终止 仍未休闭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 每年特别休假 之期日 即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于本条 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国一百六年 十二月六日 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一百零六年 一月一日施行 我用王玉民等所提修正东西 第三十八条 老公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接受工作买定期间者 应给予特别休假之规定如下 一六个月以上 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 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 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 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年加给一日 价值三十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七日由老公排定之 但雇主基于企业经营上 指击迫需求或 劳工应个人因素 得于他方节上调整 雇主应与劳工符合 第一项所定制 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一 前二项规定排定 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应年度终结或缺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 每年特别休假之期日 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测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依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 之本条规定之 某年某月某日施行 委员王玉民等 所提修正东西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接受工作满定期间者 应依下的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 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 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 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 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年加给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据切尽 上至急迫需求 或劳工因个人因素 等于他方协项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 符合第一项所定 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依前二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中节 或期月中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 每年特别休假之期日 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之劳工工资金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以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委员林德福等 所提修正 懂议第三十八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业单位接受工作 买定期间者 应一下列规定 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 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 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 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年以上 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 每年加给日 加至三十为止 前项值特别休假 七日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至于企业 建议上知 急迫需求或劳工 应个人因素 得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 符合第一项 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以前二项规定排定 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 或期月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但劳工得于 年度终结前 二十二天内 以书面方式 请求雇主 递言当年度 未用必特别休假 次年度终结前 仍未休之日数 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 劳工每年 特别休假之七日 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之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 以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委员证明中等 所提修正东西第38条 老公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买定期间者 应依下令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 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 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 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 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向之特别休假 七日由劳工排定职 但雇主具 且近以上之急迫需求 或劳工一个人因素 对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与劳工符合 第一项所定制 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依前二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 或七月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但年度终结 未休之日数 经劳工选择 递人至次年度实施者 于次年度终结 或七月终止 仍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 特别休假 至七日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其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测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同职劳工 老公一本条 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矩阵责任 委员证明中等 所提修正动力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 因依下的规定 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 向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向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 二年向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 三年向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 五年向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 十年以上者 每年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期日 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基于 企业经营上之急迫需求 或劳工一个人因素 对于他方协项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 符合第一项 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一前二项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或缺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但年度终结未休之日数 经劳工请求 定制次年度实施者 于次年度终结或缺终止 仍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 特别休假之期日 及未休之日数所 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之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一本条主张权力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力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委员徐贞伟等所提修正动议 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 应下的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年加给一日 加值三十日为止 前向之特别休假期日 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至于企业经营上 知急迫需求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得与他方写上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第一项 锁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一前月项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或缺约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劳工于年度终结时 未能休闭之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劳工主动提出 地缘之次年行事 地缘后至特别休假 于次年度终结或劳工期约终止 人为休闭者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 之期日 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以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者认 中华民国105年12月6日 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106年1月1日施行 为人蒋万安等 所提修正东西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接受工作买定期间者 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16个月以上 1年未满者3日 1年以上 2年未满者7日 3 2年以上 3年未满者10日 4 3年以上 5年未满者 每年14日 5 5年以上 10年未满者 每年15日 6 10年以上 者每一年 加给1日 加至30日为止 前向之特别休假 7日由老公排定职 但雇主基于企业 经营上之急迫需求 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得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 符合第一项 锁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一前二项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 或期会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劳工于年度终结时 未能休闭之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劳工以赎免 向雇主提出 递人之次年行使 递人后之特别休假 于次年度终结 或劳动七月中止 仍未休闭之日数 雇主应于七日内 发给工资 不得再行递延特别休假 雇主应将劳工 每年特别休假之七日 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新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以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局政责任 中华民国105年 12月6日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106年1月1日施行 委员蒋万安等 所提修正动议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 买定期间者 应依下的规定 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 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 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 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 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 每年加个一日 加之三十日为止 前向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至于 企业建议向之急迫需求 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等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 符合第一项 所定制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依前日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老公之特别休假 应年度终结 或缺终止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老公于年度终结 是未能休闭之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劳工于年度终结 一个月前以书面向雇主 提出地缘之次年行使 地缘后之特别休假 于次年度终结 或劳动期月终止 仍未休闭之日数 雇主最迟应于 七日内则算发给工资 不得再行地缘特别休假 雇主应将劳工 每年特别休假之 其日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测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一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国105年12月6日 修正至条文 自106年1月1日施行 委员蒋万安等所提 修正东义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买定期间者 应依下令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月六个月 享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日回职 前项之特别休假期日 由劳工排定值 但雇主基于企业经营项之 急迫需求 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得以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 符合第一项 所定制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一前日项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或期月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劳工于年度终结时 未能休闭至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劳工于年度终结 十日前 以书面向雇主提出 低延至次年行使 店后之特别休假 于自年度终结 或劳动期终止 仍未休闭至日数 雇主应于二十日内 折算发给工资 不得再行低延特别休假 雇主应将劳工 每年特别休假之期日 及未休之日数所 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之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以本条主张成立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力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国一百六年 十二月六日 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一百零六年 一月一日实行 委员林立禅等 所提修正动议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满一定 起见者应依下列 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 一年未满者 三日 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满者 七日 三二年以上 四年未满者 十日 四三年以上 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 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 每年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老公排定之 但雇主至于 企业建议上职 急迫需求 或老公因个人因素 得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老公 符合第一项 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老公 一前二项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老公之特别休假 于年度终结 或七月终止 前仍未休完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老公于年度终结时 未能休闭之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老公主动 提出地缘至次年的形式 地缘后之特别休假 于次年度终结 或劳动期限终止 仍未休闭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 老公每年特别休假之 其日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金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一本条 主张权利值 雇主如认为 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工一百零五年 十二月六日修正 至本条规定 自一百零六年 一月一日施行 为林立产等所提 修正动议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买定期间者 应依下令规定 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 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 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 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福一年以上 六十年未满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年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其实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至于企业 经营项之急迫需求 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得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 符合第一项 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一前二项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应年度终结 或七月终止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劳工于年度终结 是未能休闭之特别休假日数 得因劳工主动提出 而递人至次年行使 但递人后制特别休假 于次年度终结 或劳动缺业终止前 仍未休闭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 特别休假之其日 即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第二十三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一本条主张权力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力不存在 雇主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国160年12月6日 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106年1月1日施行 文章丽善等所提修正东西 第38条 老公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买定期间者 应依下令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向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向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向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向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向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向者每一年 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老公排定职 但雇主既于切禁 上知其迫需求 或老公因个人因素 对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老公 符合第一项 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老公一前二项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老公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 或缺终止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老公于年度终结 时为能休闭至特别休假日数 得尽劳工主动提出 低延至次年行事 低延后至特别休假 于次年度终结 或劳动七月终止 仍未休闭至日数 雇主应发给 一点五倍工资 雇主应将 劳工每年特别休假 之七日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 所定之劳工资金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与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一本条 主张成立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力不存在 应付执政责任 中华美国一百六年 十二月六日修正 这本条规定 自一百零六年 七月一日实行 委员张立善等 所提修正动议第38条 劳工在团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买定期间者 应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 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 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 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 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 每一年 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为止 前项者特别休假 七日由劳工排定职 但雇主基于企业 经营上知 急迫需求 或劳工因个人因素 对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与劳工 符合第一项 锁定制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以前二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制特别休假 应年度终结 或缺终止 而为休止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劳工于年度终结 时未能休闭 制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劳工主动 提出 帝人制次年行使 帝人后制特别休假 于次年度终结 雇主应发给三倍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 每年特别休假 之期日及 未休日数所 发给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一本条 主张成立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力不存在 应付矩阵责任 中华美国105年12月6日 修正至本条 规定自106年7月1日施行 委员张力善等 所提修正东西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买定期间者 应依下令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 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 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 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 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一日 加之三十为止 前向之特别休假期日 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至于 企业经营上之 急迫需求或劳工 因个人因素 等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 符合第一项 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一前二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应年度终结 或期许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劳工于年度终结 时未能休闭之 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劳工主动 提出地人之次年行事 地人后之特别休假 于次年度终结 或劳动期许终止 仍未休闭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二倍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 每年特别休假之期日 其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第23条 所定之老公公资新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同职老公 老公依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国165年 12月6日修正 至本条规定 自106年7月1日施行 委员赖世保等 所提修正动力第38条 老公在同一雇主 或事业单位接受工作 满一定期间者 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1.6个月以上 1年未满者3日 2.1年以上 2年未满者7日 3.2年以上 3年未满者10日 4.3年以上 5年未满者 每年14日 5.5年以上 10年未满者 每年15日 6.10年以上 每年加给一日 加至30为之 前项之特别休假 7日由老公排定之 但雇主具 7月经营上至急迫需求 或老公因个人因素 对于他方写相调整 雇主应于老公 符合第一项 所定制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1.1前二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 或缺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但劳工得将 年度终结 未休之日数 递延至次年度实施 于次年度终结 或缺终止 人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 劳工每年 特别休假之期日 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依本条 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 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指正责任 中华民国160年 12月6日修正 这本条规定 自106年1月1日施行 委员黄昭顺等 所提修正东西 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业单位 接受工作 满定期间者 应下来规定 给予特别休假 16个月以上 一年未满者 三日 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满者 七日 三二年以上 三年未满者 十日 四三年以上 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 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 每年加给 一日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7日由劳工排定职 但雇主至于 企业经营项之 击迫需求 或劳工因个人因素 得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因于劳工 符合第一项 所定制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以前二项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 或缺终止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因发给工资 但劳工得于 年度终结前四十五日内 以书面方式 请求雇主 雇主因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 至其日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至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以本条 主张权力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力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委员黄昭顺等所提修正 动力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买定期间者 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 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 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 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 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一日 加值三十日为止 前项值特别休假 7日由劳工排定职 但雇主基于 企业经营上值 击迫需求或 劳工因个人因素 得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 劳工符合第一项 所定制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依前二项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这特别休假 应年度终结 或缺终止而为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但劳工得于 年度终结前 二个月内 以书面方式 请求雇主店 当年度未用币 特别休假 次年度终结前 仍未休之日数 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 特别休假之 其日即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新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同志劳工 劳工依本条 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 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委员黄昭顺 等所提修正东西 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业单位 接受工作买定期见者 应依下来规定 给予特别休假 依六个月以上 一年未满者六日 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满者九日 三二年以上 三年未满者十二日 四三年以上 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五五年以上 十年未满者 每年二十一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年加给二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具一切 经营上之急迫需求 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对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 符合第一项 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以前二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应年度终结 或契约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 原工资之二倍工资 雇主应将 劳工每年 特别休假之期日 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者而第二十三条 所定之劳工工资新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一本条 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 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国105年12月6日修正 这本条规定 自106年1月1日施行 委员黄昭顺等 所提修正东西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买定期间者 应依下来规定 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向 一年未满者六日 二一年以向 二年未满者九日 三二年以向 三年未满者十二日 四三年以向 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五年以向 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八日 六五十年以向 每年加给二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既切进 以上之急迫需求 或劳工因个人因素 得于他方结项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 第一项所定之 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依前日向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应年度终结 或缺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 员工资之两倍工资 雇主应将 劳工每年特别休假 知其日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之劳工工资清测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依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主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取证责任 中华民国一百六五年 十二月六日 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一百零六年 一月一日施行 委员黄昭顺等 所提修正东西 第三十八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买定期间者 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 一年未满者 三日 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满者 七日 三二年以上 三年未满者 十日 四三年以上 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 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至于企业 经营上之急迫需求 或劳工因个人因素 得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第一项 所定制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一前二项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 或缺终止而为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但劳工等于年度终结 前六十日内 以书面方式 请求雇主帝言 当年度未用币特别休假 四年度终结前 仍未休之日数 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 每年特别休假之期日 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依本条 执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委员黄昭盛等 所提修正动议第三十八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业单位 接受工作买定期间者 应依下的规定 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 一年未满者 三日 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满者 七日 三二年以上 三年未满者 十二日 三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十五日 每年十五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八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二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劳工排定职 但雇主基于企业 经营上之急迫需求 或劳工因个人因素 得以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 第一项所定制 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依前二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应年度终结或期约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原工资 之两倍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 每年特别休假 之期日 及未休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新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一本条 主张权力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力不存在 应付举证得认 中华民国一百六年十二月六日 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委员黄昭顺等 所提修正动议第三十八条 劳工在统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接受工作满一定期间者 应以下令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 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 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 十二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八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年加给二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期日 由劳工排定职 但雇主至于切近 项之急迫需求 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对于他方且相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 第一项所定制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一前日项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或缺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劳工于年度终结时 未能休闭 之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劳工主动提出 递人至次年行使 递人后之特别休假 于次年度终结 或劳动契约终止 仍未休闭 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原工资 已有二分之一倍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 至七日其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所定制 劳工工资清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老公以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矩阵责任 中华民国165年12月6日 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106年1月1日施行 委员黄昭顺等所提 修正动议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业单位接受工作 买定期间者 应依下来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 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 八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 十二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老公排定之 但雇主至于企业经营项之 急迫需求 或老公因个人因素 等于他帮其商调整 雇主应于老公 符合第一项所定 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老公 以前日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老公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 或缺终止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老公于年度终结时 未能休闭 之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老公主动提出 递延至次年行驶 电后之特别休假 于次年度终结 或劳动契约终止 仍未休闭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 每年特别休假之 其日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以本条主张权力 使雇主如认为 其权力不存在 应付矩阵责任 中华民国105年12月6日 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106年1月1日施行 委员黄昭顺等 所提修正东西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顾 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买定期间者 应依下列规定 给予特别休假 16个月以上 1年未满者 3日 21年以上 2年未满者 7日 32年以上 3年未满者 12日 4 3年以上 5年未满者 每年14日 5 5年以上 10年未满者 每年15日 6 10年以下者 每一年加给1日 加至30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期日 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既 企与企业经营上之 急迫需求 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得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 符合低项所定之 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依前二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 或缺业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劳工于年度终结时 未能休闭之特别休假 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劳工主动提出 递人至次年行使 递人后之特别休假 于次年度终结 或劳动契约终止 仍未休闭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 每年特别休假之期日 即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一本条 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 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国105年12月6日 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106年1月1日施行 委员黄昭顺等 所提修正东西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买定 期间者应依下列规定 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 一年未满者 三日 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满者 八日 三二年以上 三年未满者 十日 四三年以上 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 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五十年以上者 每年加给 一日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具 其业经营上之 急迫需求 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得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 符合地项所定之 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依前日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 或七月终止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劳工于年度终结 是未能修币之 特别休假日数 得经劳工主动提出 低延至次年行事 低延后之特别休假 于次年度终结 或劳动契约终止 仍未休闭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 每年特别休假之期日 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之劳工工资清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一本条主张权力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力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国105年12月6日 修正这本条规定 自106年1月1日施行 委员黄昭顺等 所提修正东西第38条 老公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买定期间者 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年掐给一日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向之特别休假期日 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具企业经营上之急迫需求 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得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与劳工符合第一项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依前二项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应年度终结或缺终止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但劳工得于年度终结前三十日内 以书面方式请求雇主提言 当年度会用必特别休假 四年度终结前 仍未休之日数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之期日 及未休之日数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所定之劳工工资金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以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者任 委员黄昭顺等所提修正动议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 应以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年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期日由劳工排定值 但雇主至企业经营项之急迫需求 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得以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第一项 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依前二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应年度终结或期月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但劳工得于年度终结前三个月内 以书面方式请求雇主 递言当年度未用币特别休假 四年度终结前 仍未休之日数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之期日 即未休之日数所发给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之劳工工资新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依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委员陈一鸣等所提修正东西第38条 劳工在同一库主或企业单位 继续工作买定期间者 应依下令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 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 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 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据企业建议上之 急迫需求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得与他方写上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 第一项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一前二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或期会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之 其日即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之劳工公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依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委员陈一鸣等所提修正东西 第三十八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系列单位 继续工作满定期间者 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 三日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 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 十日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年加给一日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劳工排定值 但雇主基于企业经营上 之急迫需求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对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第一项 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以前二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或期月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加倍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 之其日其未休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之劳工工资金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以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十月六日 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委员陈一鸣等所提修正东西 第三十八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买定期间者 因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 四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 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 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年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向至特别休假 其日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至于企业经营上 之急迫需求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对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 第一项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一前二项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或缺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加倍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 之其日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老公公资金册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老公以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文陈一鸣等 左提修论动议第38条 老公在同一雇主或企业单位 接触工作买定期间者 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 四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 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 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劳工排定职 但雇主据企业经营上 至急迫需求或劳工因 个人因素得与他方且相调整 雇主因于劳工 符合第一项所定制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一前二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或期月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因发给工资 雇主因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 至其日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至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依本条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国165年12月6日 修正至本条规定 自106年1月1日施行 委员林德福等所提在 修正动议第38条 劳工在同意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满意定其兼者 因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年加给一日加至三十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老公排定之 但雇主至于7月 进一项之急迫需求 或老公一个人因素 得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老公 符合第一项所定制 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老公一前日项 规定排定特别休假 老公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或期约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但老公等于年度终结前 二十八天内 以书面方式 请求雇主递言 当年度未用币特别休假 此年度终结前 仍未休之日数 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老公 每年特别休假之期日 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十三条 所定制老公公资金册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老公 老公一本条主张成立时 雇主如认为己权力不准在 应付矩阵责任 委员证明中等 所提再修正动力第三十八条 老公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接受工作满一定期间者 应依下令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 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 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 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 五年未满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 十年未满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 每年加给一日 加之三十为止 前向之特别休假 其日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拒切 经营上之急迫需求 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对于他方结上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 符合第一项 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 一前二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应年度终结 或缺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但劳工请求 定制次年度 实施者不在此线 前向劳工之特别休假 于次年度终结 或缺终止时 仍有未休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 每年特别休假 之期日 及未休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23条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以本条 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 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委员证明中等 所提修正东西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业单位接受工作 买定期间者 应以下来规定 给予特别休假 16个月以上 1年未满者 3日 1年以上 2年未满者 7日 2年以上 3年未满者 10日 3年以上 5年未满者 每年14日 5年以上 10年未满者 每年15日 6年以上 每年加给 以加之30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 7日由劳工排定职 但雇主基于 企业经营上 之急迫需求 或劳工应个人因素 等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 劳工符合第一项锁定 至特别休假条件时 所定制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以本条 主张权力时 雇主如认为其权力不存在 应付矩阵责任 劳工以本条 主张权力时 如认为雇主 需提供相关资料 得警求雇主提供之 宣读完毕 好 第三十八条 与宣读完毕 我们进行委员自发员 首先我们请 何委员心存 谢谢主席我们苏院长 大家早安 那今天我想我们从 在这里过夜 那彻夜要来修改劳基法 那我从一开始 大提讨论的时候就说过 我们这一次的劳基法的修法 是希望呢 能够给予劳方 劳工更多的选择 更多的弹性 而在这一次的修法当中 刚刚所念的第三十八条 劳工的特休价的 递延的这一个条款 是受到最高度的一个支持 最近这两天 我们看到了金周刊 他的民调结果 有76.7%的民众 是支持这一项 第三十八条的修法 而这一项第三十八条的修法 原本呢 是在给予劳工 他特休的权益 因为呢 让劳工呢 在这整年的辛苦之下 他依他的年资的一个不同 而给予不同日数 从三天到三十天一个月 这样不等的日数的一个特休假 让他可以呢 不管是自己的在直进修 或者是呢 出国长久的旅行 能够呢 增长视野 增广见闻 能够再调整他的最佳的身心状况 回到职场上 再付出 再努力 再工作 所以这一项属于劳工的特休 很多人希望能够可以累价 过去呢 我们以现行的条文 劳工的特休 因修而未修 规定雇主要给付工资 而没有累价的这样的机制 所以呢 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修法 我们希望呢 给予劳工更多的选择 更多的弹性 希望呢 就是呢 可以赋予劳工 可以排定特休 可以主动 跟资方请求 透过劳资协议 可以呢 来累价 而累价呢 把它应修和未修的这个价 累到下一个年度 下一个年度来合并计算 它的累价的一个特休的日数 那如果下一个年度 它再修不完 我们仍然保障 它可以要求雇主来给付 这个应有的工资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条款 透过这次的修法 我们希望呢 赋予劳资更多的弹性 让劳工要赚钱的 那他就呢 他的特休假 应修和未修 就要求资方来给付工资 那如果说 他要累价的 要旅行的 那就可以累计到 次一个年度 谢谢何委员 下一位请 王委员玉敏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 刚刚何新纯委员一再强调说 这一次劳基法的修法 是对劳工有利的 是可以劳资双赢的 但是很抱歉 我们一路上 今天的修法 可以看得出来 多数的法条 都是往资方倾斜的 请问七休一 谁要把他松绑 是劳工吗 当然不是 这个是资方想要去松绑的 不信的话 民进党 待会法案通过之后 再做一个民调 看劳工朋友 知不支持你的松绑 七休一 要把轮班的间隔 十一改八 我建议民进党 待会 把案三组通过之后 也可以再去做一个真实的民调 问问劳工朋友 他们希望 把轮班间隔 十一改八吗 我想得到的答案 应该民进党的委员 会吓一跳才对 这个就是今天 我们为什么一直说 今天劳基法的修法是修二 果真我们从劳基法二十四条开始 所有每一条的表决 我们都看到 通通都是往资方倾斜的 绝对不是劳资双赢的 回到这一条最没有争议的法条 我们可以看到三十八条的修法 三十八条的修法 大家去看民进党跟行政院提出来的版本 还是不是站在劳工的这一方 在这个这么简单的条文 特修价是劳工的权力的情况底下 如果今天劳工 他要去隔年 要去延长他的特修 隔年才要修的话 国民党的版本 都是可以由劳工主动提出 民进党跟行政院 他觉得要劳资协议 劳资协议问题又来了 如果老板不答应的时候 那又该怎么办 所以这一点 我希望民进党跟行政院 可以修正回来 顺从国民党委员提出来的版本 就由劳方提出就好 不需要再由劳资来协议了 那我想今天的所有劳金法的修法 应该是在这一条 会是最有共识 最没有争议的法案 也是唯一一条 能帮劳工争取到的 让他们的特修价可以递言 而且我们就坚持 就是由劳方主动提出 而不是原来协议的法案 谢谢王委员 下一位请陈委员移民 好 主席各位委员 大家早 蔡文总统于就职演说的时候强调 改变年轻人的处境 就是改变国家的处境 我们年轻人处于低心 他们人生动弹不得 对未来感觉无奈又茫然 年轻人没未来 国家必定没未来 但以目前我们看到的 今天已经通过的所有的这些 劳动基准法的一些重点 不论是期休一松绑 加班费何时计算 亦或调整每月加班总工时上限 及轮班间隔的这个时数 比对休休二日修法的严格 将让我国劳动基准法保障劳工 并且降低工时的初衷相违背 倒退三十年 直到哪说 特休假可以递年一年 是给劳工更多的弹性 但是却没有修订 劳动基准法第四十跟第四十一条 在这两条中很清楚地写着 因为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 雇主认为有继续工作之必要时 得停止第三十六条至第三十八条 锁定劳工之下假期 那请问什么是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发生 劳工定延一年的特休假就不见了 如果劳工被解雇 其实一样 这个特休假也一样不见了 因此本席的提案 其实新增了一个诞书 就是预防这样子情况的发生 也就是所谓的预防恶老板 特别休假尚未结清以前 雇主不得终止契约 希望大家能够仔细地来考虑 让我们的劳工 他们在递严之后 休假没有完成之前 能够还是给他们有休假 而不会因为恶老板 故意解雇他们 而让他们看不到也吃不到 以上 谢谢 谢谢陈委员 下一位请领委员维州 勞继法的修订已经到最后的阶段 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修法的内容里面 包括轮班间隔11小时改成8小时 让劳工休息的时间变短 包括七休一松绑 让劳工连续上班的时间可以变长 包括加班时数上调 让劳工在资方需求的时候 增加他的加班上限 请问这三点哪一点是为劳方的 那劳方配合了资方这三点 都是为了让资方方便 在旺季的时候 在节庆的时候 在周年庆的时候 让他们可以更弹性的运用劳工的劳动力 那么资方拿到的这些方便 有多给予劳方任何工资上或是假期上的给予吗 没有 零 所以当然是配合资方 好 整个今天修法的内容 只有两点是稍稍为劳工着想 包括32条之一 把加班可以换成补修 包括这一条38条 特休假 一年没有办法修完 可以让劳工有机会 可以递延到下一年度 累积特休 只有这两点 我请问各位 这两点 我们给的这么小气 加班换补修 那个也是靠劳方去加班 才得得到 我们国民党的版本说 那总应该用他加班的时候 所多余付出的劳力 赚取的比较多一点的加班费 按照费率换补修 民进党不肯 特休假 递延到隔年 我们也是提出让劳工 不用经过所谓 我们一直爱听到的劳资协议 是由劳工 可以单方决定 我要补修 我要递延 或是不递延 或是要结清 民进党的版本 还是要经过 劳资双方的协议 我们要给劳工的实在很小气 我们要给资方的实在很大方 谢谢 前期一天 前面请 小丁总统 为了这个老习房的兄弟 绕了对队队阳阳 他在朝起的民进党中央 把握一些年纪地图跟他们谈 谈天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其实他从年纪是很左派 心里面其实是很左派 今天这个劳资法通过 这要倾向资方的劳资法通过 这要给鱼资方 这很多残性的劳资 劳资法通过 小丁总统 民进党政府 正式跟牛派 跨心界限 拜托 今天都赞成 支持他 资方 各个台信 做任务员 拜托 拜托 你们 你的名字 都不要想 你们会所在乎的东西 谢谢 好 谢谢林委员 下一位请李委员燕秀 院长 各位用会的同仁 整个劳资法的修正案走到现在 几乎已经走完所有关键性的条文 在第38条当中 其实就是特修架的地言的部分 这个条文是去年柯总召在社福未还委员会坚持 特修架不能递言 因为我们要让劳工有足够的有机会拿到加班费 只剩一年之后我们发现给劳工的弹性不足 其实特修架的部分是为了让劳工可以依据自己的身心状况 来决定休假的日期 所以如果无法地言只会让劳工在身心状况上加的时候放假 那对于劳工来说就没有达到放特修架的目的 也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条文应该要增加地言的部分 另外 我在自己的修正条文当中我也加注了 如果要做地言的话也应该以劳工来做主动发求权 也就是让劳工来书面提出地言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整个条文如果以这样的修正方向 对于劳工未来自主地去支配它的特修架是有利的 另外我必须要再一次强调 今天这整个条文修到现在 有关于几个主要关键性的条文 包括劳工所关注在乎的 其实都已经在民进党背叛劳工之后通过了 包括松绑齐修一 包括轮班间隔打破十一小时的原则 包括提高单月的加班 包括这个休息日的何时计算 这都违背了当时蔡英文总统所说的 以价质量要落实周休二日 包括我们现在台湾的工作的总工时是过长的 这几个修正的条文对于劳工的身体 包括劳权 包括过劳 其实都是伤害的 也因此我必须要再一次的提醒民进党 台湾的劳工需要的是加薪 不是加班 不要用加班来去做这一次劳基法 再修法的遮修部 台湾的整体企业政府要想办法去协助转型 而不是用低廉的人力方式 消耗我们台湾目前已经逐渐消失的竞争力 我认为在这一次最后我必须要再次强调 我待会会提出许多的附带的决议 这些附带的决议包括增加我们现在劳检的人力 包括落实蔡英文总统自己的证件 修改工会法 包括做一些过劳的指引 包括提出过劳的报告 包括修订现在劳工最有共事的这个增订国定的假日法 包括这些附带局 我都希望有机会 让民进党恢复你们的良心 有机会再次的支持 他希望可以同意 周证 还没有完成三途 我还是希望 民进党委员 可以一定会转 特别是 官邻前财数有办法 但我当成为民进党恢复的 作为衡逐渐 又衡不妨 也因此 再让他们三途前 我还是在一篇目涌 我希望 民进党也会可以免得良心 主席 下一位請蔣委員萬安 這次勞基法的再修法特修架遞言 我想這個是各黨都比較有共識的 但是仔細看整個各黨提出的修法版本內容 其實關鍵在於說到底是由誰能夠主動發動 可以提出特修架在年度終結 沒有修幣可以遞言到下一年度 那在我們的提案版本裡面 是由勞工有這個主動發動權 也就是說基本上原則特修修架 基本上在勞工朋友他服務滿一定的年 這個期間他可以有一定日數的特別休假 但是如果在年度終結或七月終了的時候 沒有修幣 現行的規定是強迫發給工資 那我們必須針對這一條的立法目的 是充分讓勞工朋友能夠休息 所以在基於某些情況 勞工朋友他希望能夠遞言的話 是由他主動來決定遞言到下一年度 但是在民進黨所提出的版本裡面 是仍然交由勞雇雙方協商 也就是說還是會讓原本勞工 他想要遞言到下一年度的情形 因為他居於弱勢 雇主有可能不同意 所以這樣的情形並沒有辦法真正的 完全保障勞工朋友的權益 所以在這個細節上面 我認為我們的版本 才是真正符合 大家對於特別休假遞言這樣的期待 也才符合勞工朋友 他們希望 如果能夠遞言的話 是由他們主動來提出 終關這一次勞基法修法幾個重點 包括前面單月加班時數上限的增加 包括輪廣間隔11小時縮短片8小時 以及七休一的鬆綁 也就是造成連續工作12天的情形 剛剛也都在執政黨人數多數的情形下 完成二讀 但是我們真的非常希望 就至少我們有共識的這一條 大家能夠在細節的部分 確實的保障勞工朋友的立場 能夠依照我們黨團提出的版本來通過 讓特別休假 可以由勞工主動決定 而遞言到下一年度 而針對其他真正 在這一次修法非常關鍵的幾個條文 尤其是輪廣間隔 還有七休一的鬆綁 希望在三讀前 我們民進黨的朋友 才開始能夠在三支 當然 大家談得多 大家談得多的希望 能夠約於台信 台信的先提是必須要有非常嚴格的即正 管制以及修法的放寬 當我們台灣樂園上的瞭解 就暴然地給予這麼多的彈性 給予這麼多的放寬 我想對老闆朋友來說 是非常嚴重的殺害 所以如果今天 當我們在一年多前 這個地方 當他散步過 到時候也討論得非常多 認為如此討論 倉促的通過 有可能會對於台灣這個 勞工的權力 會到非常嚴重的衝擊 我們自己人 從去年一月一號 開始商務 老公部 他發現 他必須要 約於畢業的時間 確討 不到 一直到七月一號 仍然 不敢 舉重 再害怕 一直到十月份 在這個院長上任 在一二月會期之後 才說 好 必須要 來修法 但是 拿不到一年的時間 而當他收穫出來 修法 到今天 廣場的節約 王總府沒有寄出任何的 整個報告 今天 要在這邊 對於這個 重要的勞心 對於這 核心的喬文 稀修意 還有一般藉口 就要 讓他再 找到這個 通過 好 謝謝 謝謝 在我們的心情 謝謝 蔣委員 下一位 請 許委員 pursuit 如果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 繼續工作買一定期間內 可以獲得特別休假的天數 那麼在民間企業呢 勞工常常遇到的現象是 年資夠了 依法獲得的這些特休 卻沒有辦法實行休假的權利 因為老闆不同立 那所以這些假呢 就等於是看得到 但是吃不到 想休也沒得休 所以呢 如果說這個38條裡面 讓勞工沒有用完的特休假 藉由這個 用金錢來去代替的話 看起來好像是對於勞工的補償 那但是 其實 很多時候 老闆是 寧願發錢給你 也不願意你休假 那這是第38條的規定 等於是開一扇門 給這些灌老闆 那我們都知道 台灣其實有 一百多萬個中小企業 而許許多多的勞工 他們的 政經地位 社經地位 或者是他們本身的經濟條件 不得已 就一定得要在這個公司工作 那所以就造成一個變相的資方 還是有權利去控制 勞方的一個狀況 那麼 資方發錢給勞方 換他的特休假 那勞方 被迫也得以接受 那也對他的家庭生活 其實受到了影響 所以說呢 政府又提出來說 可以透過勞檢或勞資會議 來去進行一個協調 那本席要特別強調說 台灣的勞資關係不對等 那基本上 許許多多的勞資會議 都是透過造假 或是現在目前 我們在這個法裡面 所要求的 被查的部分來去進行 那我們知道這並沒有 一定程度的約束力 我必須要強調 有些勞工 對於他的特休 他想要換成假班費 也有些勞工希望 休假就是歸休假 所以最好的方法呢 我們就是應該把這個權利 歸還給勞工 讓勞工朋友們 擁有絕對的主導權 讓當年度的這個 休假委員者 那如果當年度沒辦法休完的 那可以累積到第二年 而這些必須要勞工 自動來提出 那企業老闆 應該要崇散如流 應該要接受 而且不應該要拒絕 這樣的做法 才可以真正保障台灣勞空 我想勞動基準法 是一部維繫社會安全 最低規範的法律 是一部維繫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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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部維繫社會 但是還是到不足為一個 民主人權社會 對於勞工必使用最低法上的身體 這第一次的說法 將因為台灣付出強項代價 因為強勢當原本不會有的結構 它可能藉由這一些 法律上的一些動作 給予自方更多的支票 空白授權 然後讓資方可以進行 某一些程度的操作 所以呢 希望在這最後的幾個小時內 大家還是可以謹慎 而且真正的去思考 我們在這裡所做的 每個決定 會影響台灣的下一代 謝謝 好 謝謝 許委員 下一位請成委員學生 要換還是怎麼樣 好 來 主席 本位同仁大家早安 大家好 這是倒數第二條 那麼也是為勞工發言的最後的兩次機會 那麼這個條文是說的條文裡面 成為我們剛剛幾位同仁發言的 它是我們朝野共識度最高的 那希望民進黨是否能夠也考量 在整個立法過程當中 你們曾經所表示的 我們可以來談 你們願意釋出善意 現在已經建議到最後的兩個條文 那最後一個條文根本不用談 那只是壓時間而已 那唯一有的機會 就是在整個修法過程當中 到底民進黨有沒有施出一次善意 還是完全像坦克車似的 照你們的意志 壓過了勞工 壓過了在野黨 完全沒有任何其他方的意見 可以被你們摻著 我相信在座各位有很多從事過社會運動的朋友 一定很了解 如果你是靠執政者施語的 這種慈悲是沒有保障的 同樣在勞資的受戶關係當中 如果你要寄望於資方 對你的慈悲 那也是奢求的 當然我們會碰到好老闆 大家一起來商討公司的未來發展 我覺得這是我們最好的期望 最好的夢境 但問題是 往往事不辱人意 所以這時候就需要有法律的保障 所以在這一次整個特休價的地延 還有可以轉換為這個加班費 最主要就是由勞方來發動 這勞方的發動 就是你不需要透過勞資的協商 要經過資方的同意以後 你才可以獲得你應該有的特休權利 我覺得站在各位你們社運團體的朋友裡面 當初不管大埔事件 任何事件發生 你們為什麼會走在第一線 你就認為政府不公的時候 人民本來就有發聲的這個權利 這權利土地本來就是人民的 今天特休價就是屬於勞方的 為什麼資方有任何可以智慧的地方 資方本來就應該尊重勞方 除非勞方覺得他願意體會大局 然後配合資方 然後再另外做其他的抉擇 但所有的發動權一定在勞方 所以請在座各位再再再再深思 是否在這個條款裡面 證明了這一次的修法裡面 真的民進黨 你們有釋出一絲絲的善意 最後我要感謝 在這一次的勞基法修法過程當中 有那麼多的警察 投入了整個為安的過程 我覺得他們才是最偉大的 但是在勞基法裡面 他們卻是被忽略的 因為他受限於公務人員的資格條件 連老師都可以組公會 但是我們的警察 消防人員 卻不能組公會 這一次的委安過程當中 有太多過當 有太多資用警力的地方 但是連警察 一連坑一聲都沒有機會 所以如果真正未來 民進黨要保護真正的勞工的話 我希望給警察也有組公會的決定 我覺得這一點 你是民進黨 你應該還可以鼓勵 願望運職 當下所有的貿易 讓我們繼續 謝謝 謝謝陳委員 下一位請科委員致安 院長及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現在已經進入到深水區的 最後一條第38條了 陳如剛剛有很多 我們的同仁特別提到 第38條是有關勞工的 特別休假 那大家也都同意 這一條朝野 其實並沒有太大的一個起義 其實大家都希望能夠 特休假可以達到 讓勞工充分休息的一個目的 不應該強制雇主 只能夠發給勞工工資 但是呢大家可以發現 這其中還有很多非常細微的一個不一樣 院版的地言是經勞雙方來協商來做一個地言 而國民黨的版本 是由勞工主動來提出地言 所以你平心而論 國民黨在這一點上面 還是比較尊重勞工 大家會知道 目前為止 連很多年輕人要離開他的工作職場 他連辭職 都還不能夠主動來提出 如果有很多人比他更早提出 老闆可以有權利 不要給他離職證明 各位你知道在學校裡面的職員 如果還沒有拿到這個學校的離職證明 他是很難到下個學校去報到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強調勞工主動權的重要性 任何事情 你只要透過跟勞方來做 資方來做一個協商 其實勞工的主動權一喪失 他是沒有辦法隨他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包括一個辭職 都沒有辦法做一個自主的一個決定 但是我在這邊強調 除了這一點之外呢 還有勞工的特休假 它也是另外一個重點 成如我在第37條裡面提到 勞工的特休假 是跟公務員的體系不一樣 所以他整個生涯的一個轉換來說 就算是週休二日了 但是勞工每年假日 事實上還是比公務員少 所以呢 我們在37條 就主張給勞工三天的國定假 既然38條也是提到 有關特休假的問題 我們還是要再一次的強調 我們來看看南韓的例子 南韓的勞基法是規定 在同一間企業工作未滿一年的勞工 他每月可以有一天的特休假 滿一年之後 開始有15天的特休假 而我們台灣必須滿五年 其實我們比到這兩個國家 南韓的競爭力比我們低了嗎 看看他們最近就要賣住 3萬元美金的這樣的一個大國 而我們還輸他們兩成多 他身之石可以借鏡 所以不是員工上的班多 他的競爭力就會比較大 這一點是我們要嚴格去提出來的 那我想剩下的時間 我們還是 成如我們前面幾位委員提到的 都已經到最後的尾聲了 就在這麼這一條 第38條 難得大家有這麼大的共識 不過在一些細微的文字上面呢 給勞工更大的一個主動權 就在最後一個條約上面 釋出我們最大的善意 我覺得 就是我們後面面幾間的主動權 就讓我們從第38條 在內部的這個環境 請大家來支持 你就是這麼細微 對於他們來說真的是一 請各位支持 謝謝柯委員 下一位請孔委員文吉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早 這一條是規定 勞工在同一個雇主或事業單位 他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 每年都可以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但是呢 這個是指給雇主彈性 連勞工特別休假的權利呢 都要放任雇主跟勞工自行協商 盡讓雇主跟勞工雙方商談 將本年度未休的特別休假日數 得遞延至次年度 原先的規定是雇主針對未休的日數 應當年度節輕並換算為工資 但現在呢 民進黨政府又散開了這個巧門 讓原本在勞資協議會議中 弱勢的勞工 來獨自面對有經濟載智能力的資方 老闆 本席想請問民進黨政府 本來法律是強行規定 要求雇主應該年度終結前結算成工資的 但你們為了給資方方便 且犧牲勞工 讓勞工自己去跟雇主去協議 請問這條條文的修正 真的是為了善待勞工嗎 也是為了優惠雇主嗎 請民進黨的朋友能為此說明 民進黨的朋友 不覺得你們離人民越來越遠了嗎 本希 看到我們這兩天通宵打旦 來審查這個勞基法 不管從那個鬆綁七休一 從延長工時四十六小時到五十四小時 從輪班間隔十一改八 七天國定假日也不給 這個全部都是向資方讓步妥協 完全地默示勞工的潛意 背離了民意 勞工更加弱勢無助 勞工如何跟雇主協商 所以為何要向資方妥協 我們現在講的資方到底是誰 這個部分 蔡英文總統 應該要跟全國的勞工要說明清楚 你到底背後的資方 財團到底是誰 誰給你這麼大的壓力 把這個所有勞工 應該有的權益都犧牲掉了 賴清的院長 也應該要到立法院來報告啊 我們這次的勞基法的修正案 三讀通過之後啊 勞權已死 資方是全勝 所以本席啊 在這邊是為我們勞工可悲 因為我們現在的執政黨 民進黨政府 是完完全全的 已經變成是資進黨了 所有勞基法的修正案 可以說是民進黨是寸土不讓 把勞工的潛意呢 犧牲到底 完完全全的欺負 在讓步給資方 所以請說明 資方到底是誰 謝謝孔委員 下一位請會委員洪泰 主席各位委員天亮了 大家大概也醒了 各位民進黨的委員醒了 也是勞工啊他們覺醒的時候 他們總算看清楚民進黨是怎麼樣對待他們 三十八條 雖然是我們國民黨跟民進黨比較靠近的 但是民進黨還是圍得不住 為什麼這個決定權 這個特修家的決定權要雙方協議 雙方協議擺明了就是由資方來決定嘛 就像我們現在我們議場的我們議事人員 哪一個人敢去跟院長跟秘書長講說 你們想做不對我們很累 講了我看沒多久就被換位子 各位民進黨的委員們真的也該醒 想想看 你摸摸兩心看 你們這兩年對得起我們的老公朋友嗎 前面六條加上這一條算半條 哪一條不是導向資方呢 我今天也講了好幾次了 大概第三次還是第四次 三十二條 三十四條 三十六條 就像三支毒箭一樣 每一支箭都射到我們老公的心看裡去 蔡英文講對了 老公是他心裡最軟的那一塊 那塊很軟 一射就射得很深 老公都倒地哀嚎 哀嚎的時候 各位你們有聽到他們的聲音嗎 前面六條的表決 你們沒有一條願意在做一點點上的讓步 包括蔣安委員所提的 你跟你們也跟你們也比較靠近 連這一點也不肯像老公來表示對他們的尊敬的意思 民進黨政府你用選票選贏的 你很了不起 但是沒有人民的支持 你會繼續了不起嗎 我真的奉勸 我真的奉勸 因為這七條到底在談些什麼 如果老公的朋友靜下心來 這十幾個多小時 再二十個小時 所有的父母都聽完了 我相信沒人都懂了 沒人懂的時候 就是沒人洗的時候 你們七點太子 把老公把 把老公 把老公 視為一切平等的一切 心裡只有想到的 是自方的 自方的反應 自方的學習 在一次的呼籲 與地難合理 最後會後不遇過你的時刻 可以把我們想想 謝謝 會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 羅委員民財 主席市院長 這座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七點四十六分 看到太陽從東方 暖暖的上升 太陽是出來了 光明出來了 可是 勞工的希望 勞工的未來 是進入黑暗的時期 有一句話 人爭一口氣 佛爭一炷香 所有的勞工朋友們 你們辛苦了 但是我相信 你們不會孤單 我們今天所有的 在野黨的 很多同仁 經過三十六個小時 不斷電的 慘庫 不人道 血汗的 立法院的 加班 我們再次 看到了 民進黨 鐵石的心腸 仿如 一輛 大坦克 壓過 手無寸鐵的 勞工 勞工朋友們 跟我們一樣 人為刀主 我為魚肉 任人宰割 但是 只要 有我們在 我們這一口氣 會永遠永遠 陪著勞工朋友 永遠 跟著他站在一起 不斷的來爭取 第 這一條 第三十八條 談的是 特休假 我在想 有多少的勞工朋友 一輩子 沒有辦法當家做主 自己來安排 屬於自己的假日 前幾條 你們已經 可以說是 毫不留情 沒有 一點點 放鬆的味道 在這一條 我希望 能多多思考 站在 勞工的立場 有時候 一天的假 是 非常難得 不可奢求的 有很多人 因為工作的因素 在 過年的時候 過節的時候 一輩子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跟家人 好好的團聚 是不是有時候 可以 有一天或是兩天 幾天的特休假的時間 可以真正完完全全 自主的讓 勞工朋友們 自己當家當主人 至少 在勞工的立場 他可以有主動權 來做自己 屬於自己的安排 那我們都知道 那我們都知道 這現在的 然後 這方面的 因為 是 不平的 然後 他永遠 都是放在地下 被 被 被 因為 放在 這個地方 永遠 是 所以 經過了 三十多小時 不外面的 足夷 我們 所有的 老朋友 我們都不在意 好的 我也 有機會 給他 在地下 沒有辦法想起 但是 希望在這裡 這一條 至少大家 太太 勞工的 給 勞工的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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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修法修 在這條 最後 還是一個 失敗修 真的 我剛 今天 昨天 在這條 故意 這次的修 是一個 步驟前的修 很可憐 太過一年 一年一半以後 助理之後 又重新 重新 重新做法 造成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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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關於主 全力接觸 自發演出 老演出 我們還要 繼續 來發展演出 所以 我們 一聲發展 請大家 多多 再再 讓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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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委員 下一位 請 劉委員 四方 不花園 下一位 請 許委員 曾衛 主席好 各位同仁大家好 早安 第四 三十八條 特休假 可以遞延 今年拿不到錢 明年也不一定 休得到假 去年 砍了勞工的七天假 是一粒一休的配套 因此增加了新進員工的特休假 特休假 特休假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要讓員工可以充分的休息 可以紓壓 也可以增加工作的效率 畢竟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 但是現在又要修法 讓休不完的特休假可以遞延 換句話說 今年休不完 無法換成工資 遞延到明年也不一定休得到假 等於讓老闆一直欠著員工的假 勞工要的是休息 不見得是要換成工資 只是 在無法休假的情況下 將假日換成工資 是勉強可以補償的方式 結果修法又讓假期可以遞延 錢無法拿到 假無法修到 這樣的惡法 只有民進黨才想得出來 完全執政完全欺騙 還一直擦枝抹粉的說 新修法 勞工的權益不變 實際上 看得到吃不到 如果真的假修不完要遞延 要換成工資 也要讓勞工有主動權 而不是被動的任由資方來宰割 所以國民黨的版本 給勞工自主 也給資方有彈性 才是雙贏的修法 此次行政院版修法 開了這麼多後門給資方 根本和改為一粒一休之前差不了多少 去年想砍七天假 資方就說一粒一休有多好有多好 現在又說一粒一休僵固要修改 但是政府平白砍了勞工的七天假 現在要修法放寬資方的彈性 讓勞工越來越血汗 是不是先把七天假還給勞工呢 讓勞資雙方 到一粒一休 重新思考如何修正 勞動時間的變動 不管是勞方還是資方 都是動一法而牽全身 勞動部應該是 為勞工的權益的捍衛者 應該要盡力協助勞工和資方 彼此獲得最佳的平衡 但是這一次的勞基法再修法 再修法 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看到的是 勞工部變成的工部 勞工部幫資方 系列發照的勞工 讓過勞地心的狀況 再相當於年輕人的惡工 在我們國家中規矩去 太陽好而痴心妄想 對地公司三萬一七條 沒有友善的勞工環境 沒有良好的勞動暴建 三萬一塊錢 只是變成臺灣的利益 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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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部份 讓勞工可以有自己權 在這裡 請利益利益利益支持 劉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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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 謝謝徐委員 下一位請廖委員國董 在歷經三十六個小時的不斷電 進行審查之後 我們終於進入最後的階段了 那我們今天國民黨所提的 勞基法第三十八條的修正案 是為了要面對勞工過勞的問題 我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勞工的工時過長 休假日又不足 那麼為了要改善 工時過長這個問題 我們必須要誠實地面對 面對台灣勞工過勞的現象 設法降低總工時 那麼根據勞動部統計 台灣2016年的總工時 是2034個小時 而OECD會員國平均年總工時 則是1763個小時 所以台灣多數了271個小時 那麼台灣的勞工過勞的現象 有越來越嚴重的現象 因為長工時或短期的密集勞動 都導致了一個過勞 一個人如果一天工作11個小時 那麼發生心肌梗塞的機率是2.44倍 工作12個小時 則有37%的職業風險 醫療舒適的風險 如果每週工時是61個小時的話 心肌梗塞的機率是2倍 那麼社會也反映出過勞所帶來的影響 比如說整體的勞動力的下降 超低的生育力 社會保險的危機等等 那麼行政院的版本 在第38條原來是明定特休假 如果沒有休可以強制折現 那麼修法以後 將改為經過工會或者是勞資的同意 那麼特休假 沒有休的可以遞延一年來折現 那國民黨團所提的修正案 不同於行政院的版本的部分是 可以讓勞工的特休假在年度終結以前 未能休閉的得經勞工主動的提出 遞延到次年度來行使之 而遞延的特休對勞工也沒有什麼不利 而且比較符合特別休假 就是要讓勞工有更多的時間來修養生息 不必強制 雇主說只能發放現金 那麼地員的這個特別休假呢 不能在年度終結後 勞動企業終止休閉之前的 雇主仍然應該要發給工資 以保障勞工的權益 多了一些彈性 比起行政院只用錢來解決問題 較為可取 謝謝廖委員 下一位請蔣委員來欣 下一位請蔣委員來欣 蔣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我想這次的勞基法的修改 幾個主要的問題 一個 休假的加班 休息日的加班 何時計算 第二個 加班費提高 加班時數提高到五十四小時 第三 輪班的間隔 從十一小時降到八小時 第四 鬆綁七休一 然後在去年 修改勞基法的時候 一立一休 把原定的七天的果假 規定假日取消了 而在這次的勞基法修改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所謂的勞動基準的條件嗎 這是在保障勞方基準的條件嗎 我覺得 我覺得 完全 跟蔡英文以往講的話 是背道而馳 是背道而馳 我們想想看 2008年蔡英文講過 民進黨 特別關心農民與勞工 這是民進黨的根本 勞工是民進黨的根本 2011年 有關 無心甲的問題 蔡英文說 馬政府處理時 竟把企業的利潤 看得比勞工的權益更重要 這樣的政府要換一換 2013年 原本應該照顧勞工的政府 現在卻成為勞工的痛苦和恐懼的來源 2016年 我不會拿勞工的朋友的權益 在選舉時開空投支票 做政治操作 我相信勞工聽了蔡總統講的話 一定是非常的高興 可是蔡總統上任了以後 勞基法的修改 把它的謊言 一個一個的把它拆穿了 尤其是今天的勞基法的修法 完全了 印證了 蔡英文 在2017年 講了一句話 你不必跟我講 你去跟你的老闆說 台灣就是這樣 勞方不自己去跟資方說 就是要跟政府抗議 你們又沒有要自理治療 所以 這是在學院的老法 自理治療 真的有很多事 但是 可能 好吧 就需要自理治療 第一个人在俱乐园之前 他说过他 俱乐园跟一样的一百八十十分之一 我老公是他生 对他老公的力量 这是不应该害怕 这俱乐园讲 这些最重要的事情 这是他自己 这是民主的问题 好 谢谢 总法院 从昨天到现在 不怪的连续在开会 事实上 也就是一代在客人里 太多了 必须要给他 谢谢蒋委员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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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各位同仁早安 根据YES123求职王11月初所做的调查 可以看出有半数以上的受访者 一年将近的时间都还没有修完年假 更有32%的受访者到现在没有修过年假 在尚未修完年假的族群当中 大概有六成没有修完年假的原因 是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修 另外还有25.4%的人 是因为老板或主管不喜欢员工休假 而不敢修完这个年假 所以其实特修修不到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我们在劳基法的再修法里面 我们变本加厉 其实本来应该要保障劳工权益的 现在反向变成保障资方越来越多 让劳方独自去面对这样庞大的一个影响力的资方 其实这个法为什么我们认为它是修二 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这一次的修法 我们把弹性 执政党把所有的弹性都给了资方 不过我想资方也不用太高兴 因为如果在你的基石劳工是所有 不管企业也好 其实它是很重要的基石 现在如果修成这样的恶法 到时候这把火还是会烧回到自己 就像我们七天的国定假日 当初在修一例一修的时候 我们拿掉了国定假日 当时说我们会用加班费来以价质量 用一补四啦 1.33啦 2.66啦 等等这些方式 其实来增加加班费 然后以价质量 所以我们可以落实这些休假 甚至可以拿到很多的加班费 当时还要落实一例一修 而且还要降低总工时 甚至还有特休等等这些条件 所以拿掉了七天的国定假日 本来可以不用跟资方去协调 不用透过工会 不用任何的理由就可以修的这个假日 因为刚刚提到的以利休啦 加班费的以价质量啦 降低总工时啦 特休等等 而拿掉了 现在我们的再修法 把这些都让它消失了 我们的国定假日呢 也没了 我们完全回不去 我们完全回不去 像造成的一些 不管离开企业也好 官邀的店 上场工价 还有很多持续工作 我们都没有办法给人家 现在国定站是没了 总工时又拉高 这次的修法 保障了更多自发的权力 最快的吸收掉 原来还在修法之前 即使都没有更好的配合 但也会马上回到 原来还在修法之前 让很多原来 饶欧婚姻有的决定 到他们继续想过往 这些看起来 这次的修法都做不到 就让我们全体的 饶欧也会静静的看 看谁把大家可能好 修成这个样子 对他们越来越大 让他们的决定 越来越老大 谢谢 好 谢谢 马委员 下一位请 林委员德胡 书 书院长还有宇慧各位同仁 我想 这个第38条 台湾整个经济的发展 以中小企业之经营 我想本党再次强调 绝不是建立在劳工过劳上 民进党此次强行通过的过劳条款 将面对以后历史的严格考验 我们皆知成功企业是将员工 视为重要的资产 给予员工优渥的薪资福利 以及劳动条件 员工才能为企业创造价值 并带动台湾经济的一个成长 特别休假制度在于让工作满一定时间的劳工 透过休假恢复身心健康 唐使劳工愿意地延至次年度 再行使特别休假的权利者 对劳工并无不利 而且符合特别休假 系让劳工的充问休养生息之立法目的 不应限制劳工仅能受领未休闭之特休假的工资 建议特别休假系让劳工休养生息 以恢复劳动力之制度 南劳动基准法第38条 规定劳工之特休假 应年度终结未能休闭之日数 雇主一律花给工资 考量洛京劳工主动提出地延至次年度行使特休假 对劳工更加有利 而且符合特别休假 系劳工充分休养生息立法之目的 尤其年之较前的劳工之特别休假日数较少 其更有地延特休假日数到次一年以利 基价累积较多特休日数做更弹性的利用 例如安排较长天数的国外旅游等等之需求 不应限制劳工仅能受领应休未休特别休假工资 却无法选择地延特别休假至次年 此次修法明定 劳工得主动提出地延特别休假至次年度行使 本党团特别强调主动权在于劳工的手上 而非不对等的劳资协议 避免看得到却吃不到的民进党修法的骗局 而且地延后之特别休假为人一次年度终结或契约提前终结前修闭者 雇主能应花给工资以保障劳工权益 这是目前最有共识的条款 也是比利拿警政绘医者组织的条款 他比利拿人 任所请务 聚合职公共产党的条款 以上 谢谢林委员 下一位请黄委员韦泽 不花园 下一位请陈委员素悦 也不花园 下一位请中委员嘉宾 不花园 下一位请黄委员郭书 也不花园 下一位请吴委员秉瑞 也不花园 下一位请吴委员致阳 主席大家好 应该都起来了啦 精神都好了 现在讨讨论的三十八条 现在讨论的三十八条 我想是属于我归类 大家应该可以接受的 因为它也是让劳工跟雇主之间 可能产生的纠纷 把它定份指针 另外呢 我们还是很遗憾 连这种小地方 行政院的版本 跟民进党的版本 都不肯对劳工稍微好一点 因为他在年度结束的时候 他本来该修的特修没有修到 就已经很倒霉了 那这个时候 要不要递言 这件事情 为什么不能让劳工 有比较自主的权利呢 还要跟雇主协商 那过去就发生很多事情嘛 雇主很强势的时候 他一定要递言 然后最后又没有给人家修 或者是 他 不断的 一年一年拖下去 最后不了了之 这个都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 那至于 那个 没有修的 这个特修 这个劳工在 递言的下一年 他可能有一些计划 可以加在他第二年的 特修的日数里面 去做统一的安排 要记住 特修是劳工的权利啊 所以你没有在年中 把它修完的时候 这个时候 到底是要领钱 还是要 再 递言一年 这件事情 应该让劳工 有这样子的决定权 所以我们看 刚刚也是有 类似的状况 就是 这个 加班 换补修的事情 刚刚也讲过了 你加班 不给人家 这个 加班费 当然要给人家一点补偿啊 这个当然是天津地的事情啊 可是加班的工资 跟一般的工资 会一样吗 当然不是一比一嘛 加班 在不同的状况下 加班 本来就有不同程度的 加码的工资嘛 那你换算成 它可以另外休假的时间 怎么会还是用 一样的时间呢 怎么会加班的一小时 换补修的一小时呢 这样不是非常对劳工不公平吗 所以我们是希望 这种少数有几个 不错的条文 大家也有共识 也有能修好 也对劳工 希望这次修法 至少劳工有几条 对他们 他们可以得到安慰的几条啊 不要这么小气 第一个就是 加班换补修 要核实 这个部分就是要核实了 来补充 来让他们补修 主 厉害你 这不是 这期待会到 我们是特别的 厉害 非有别的厉害 大大大大大力 拜托 各的厉害 好 谢谢 谢谢 吴委员 下一位请 林委员 俊宪 不花园 下一位请 政委员 韵鹏 不花园 下一位请 夜委员 宜金 不花园 下一位请 周城委员 秀霞 院长 各位委员同仁 大家早安 我看大家满脸都是精疲力尽 无精打采 大家辛苦了 但是为了我们的劳工 希望我们所讨论的 所修的 是一个能够让大家满意的法 但是很遗憾 好像不是这样子 根据这个第38条 根据YES123求知网 在2016年11月所做的调查 有半数以上的受访者 一年将近 但是他们却还没有把他们的年假修完 更有32%的受访者 至今仍然是没有修过年假的 而在未修完年假的这些族群当中 大概有六成 没有修完年假的原因 是因为工作太忙 或者是没有时间修 而且25%的人 是因为老板或者是主管 不喜欢员工休假 而不敢把这个年假修完 显然这个特休假修不到 修不完的这个问题 真的非常需要得到解决 所以亲民党为了顺应民间实际的需求 以及早就形成的劳资互动 像某一些银行 他们早已经允许劳工 可以把特殊价顺延到明年 所以把38条修正成为特休假年度终结 为修之日数 劳工可以主动提出 并经劳固双方协商 地缘至次年度来实施 于次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 仍未修之日数 雇主应该发给工资 以上请大家给予支持 因为这是最微薄最微薄的请求 请执政党的同仁给予小党 这么小小的恳切的要求 谢谢 好 谢谢周城委员 报案会所有登记 发言的委员均与发言完毕 我们就要来处理 第38条 那么第38条 有把三个党团提出再修正动议案 我们依照亲民党党团 国民党党团 民进党党团的顺序来处理 首先 我们要来表决处理 亲民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民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人党团队 计划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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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